即时新闻传递投资看点分析 大家好 欢迎收看视野环球财经 今天咱们的主题是 波音遭遇了三连暴击 宣布放弃42亿美金与八行的合作计划 咱们看一看到底遭遇了哪三个暴击 那么同时 波音的股价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在本周会影响波音价格走势的几个因素 好 首先来说一下今天的时间 那么现在的时间是2020年的4月27号 今天是周日 目前的时间是北京时间 这个清晨的6点55分 那么美国东部时间是晚上的6点55分 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波音确实最近是非常的惨 整个的航空业的巨头遭遇了多次的打击 为什么说它遭遇了三连击呢 首先我们看一看第一个 由于这个波音公司 我们知道在2019年 也就是在去年的时候 终止了737 MAX这个飞机的交付 为什么呢 当时是发生了两起空难 一起是印尼施航的空难 还有一起是埃塞俄比亚航空的空难 两架的737 MAX飞机都是发生了坠毁 造成了346人死亡 随后这个机型是被美国航空管理当局给停飞了 那么在本月的时候4月23号 今年2020年4月23号的时候 那么这个波音公司是被科威特的一家租赁公司起诉 为什么起诉它呢 原因是它拒绝退还这家公司支付的40架 737 MAX客机的预付款 由于波音公司是没有能够按时去交付其中的9架飞机 那么这个作林公司是在3月6号 今年3月6号取消了订单 这个取消订单之后 并且要求波音公司去赔偿3.36亿美金 这个是波音在今年遭遇的第一次暴击 也导致了波音股价的下行 我们在整体的技术面的K线图上 大家也能看得到 那么由于它这一次拒绝交还预付款 那么同样这个事情也发酵影响到了 在这个周末宣布的一个消息 是什么消息呢 就是原来在很早之前 在2018年的时候 波音公司就和巴西航空工业公司 达成了一个协力 这个协议说要成立一家新的公司 然后由巴西航空工业来进行运营 波音是占大头股东 占了80%的股份 那么这个协议 而且在今年的时候 已经是被巴西当局给批准了 相当于是两个公司会要合并形成一个新的 由巴西航空工业来运营的 新的一个商业飞行公司 但是由于刚才我收到的第一次暴击 这个科威特这边的公司要求索赔 要求退预付款 导致波音整体的资金 现金是比较的紧张 那么波音也由于这次疫情的影响 认为在这个时候去盲目的扩张 显然是不合适的 所以在周末的时候 他放出消息 已经宣布中止和巴航的合作 那么中止这个合作 意味着整体接近42亿美金的合作项目和投资 就没了 就打水漂了 那么这个合作打水漂了以后 其实最难受的是谁呢 是巴西航空 因为巴西航空 因为这一次交易如果取消之后 已经是被当局批准的 取消之后 巴西航空会被面临最高 7500万美金的罚款 所以巴西航空要把这笔账 算在波音的头上 要求向波音索赔1亿美金的解约罚款 所以这是他遭遇的第二连击 这是在周末发生的事情 也就是和巴西航空的解约事情 那么这个是属于 在最近连续发生的第二次暴击 那么第三个暴击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大家应该非常的清楚了 就是在整体的 我们说在4月份 3月份4月份3月底4月底的 整体全球疫情的大爆发 给波音包括全球的航空业 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根据目前的数据统计 在4月份截止到4月份为止 全球的航班下降 已经超过了80% 那么整个航空业的损失 因为这次疫情 已经超过了3000亿美金 那么波音公司 它是制造飞机的 它的订单 包括生产订单 还有交付的数量 都是创下了新低 所以它是第三连绩 整个的这三次暴击发生的时间 是陆陆续续的 从2019年一直持续到今年 可谓是对这一家传统的飞机的航空业的制造业的巨头 造成的打击 不是说一时半会就能缓过劲来的 但是实际上这个还没有完 我们看到在本周的周三的时候 也就是在4月29号 马上要到来的这个周三 下周三 这个4月29号的时候 波音公司在盘前会发布财报 其实财报我们能够想象的到 肯定不会特别的好 甚至你都可能看不到太多这种乐观的信息 而且还可能会宣布更加不好的消息 是什么呢 就是它可能会宣布裁员7000人 这是波音在接下来的一周里边 可能要发生的变化 所以这些不利的消息 统统的聚集在波音身上 在短时间之内 对于整体波音公司的打击非常之大 那么我们在投资的过程中 最想知道的就是 那么这样的一些东西 让我们在交易中 是不是存在一些机会呢 那么波音的股价 会不会因为这三连机 包括接下来的财报 还有财源的消息 会不会被放大反映到股价上呢 其实我们从股价上 目前的 这是我给大家看到的是 波音的日线图 这个日线图 如果你仔细去观察会发现 波音在三运23号连续的 四天的跳空高开的反弹 这个位置其实出现的是在哪里呢 我给大家稍微放大一点 好 这个位置我们如果去看的话 实际上这一段的反弹 主要是得益于当时 特朗普说要去对航空业 要对甚至对波音大的巨头进行这种救助 资金上的救助 所以在这几周 波音的整体股价反弹是特别快的 对吧 连续四天都是高开高走 但是很快就见顶了 因为后来这个消息 本身对于波音的长线的业务来讲 并没有太多的帮助 或者说由于波音自己层面 爆出来的利空消息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我们看到它的走势实际上都是一个承压 反弹之后的一个承压下行的走势 而且迟迟也没有办法去突破上面的高点 那么波音的价格现在走成这个样子 它未来在接下来的一周会存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从技术面上 我这里仅从技术面上给大家做一个解读 在波音的技术面上 目前仍旧是很显然是一个偏空的 是一个偏空的技术面的走势 为什么因为从中期和短期的均线系统来讲 它已经是进入了这种全面的空头排列的趋势 如果大家放大一下看一下 这是全面的空头排列的趋势 好吧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大家能看到的均线的压制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技术面的压制 同时由于它的破位已经破位了 这个是在4月15号的这个低点 那么它下一步要去的位置会在哪里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会在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是4月3号和4月6号 就是在周五和周一 这个中间形成了一个跳空的 一个高开的一个小缺口 会回到这个位置 它的下一个支撑大概是在120美金 波音现在的价格是在128 那么波音下一个的支撑会在120美金 然后会去回到前期的这个平台 和这个平台的支撑上 也就是在101到105美金的范围 这个也是波音在接下来如果市场出现了 回调波音承压下行在财报公布之后 它要去防守在100美金以上防守的最后的一个位置 就是105.1到105美金 而一旦破位这个 那么考验前提89美金 这是波音在下行结构上的一个走势 所以如果你对波音 你认为波音从你的这个估值系统里边 认为它是值得或者说是不值这个价 目前仍旧还有下行空间 那么可能下方要看到的几个位置 一个就是大概是120 然后是101到105 然后是下方的89 这是这三个位置 在中间的都是一个自然运行的一个区间 它并没有什么太多存在的好的这个进场点位 如果波音在财报公布之后 如果财报里边这个能够写出花来 对吧 写出一些让人预期超出预期的东西 或者说是偏利好的东西 那么波音股价如果跟随着整体美股大盘 我们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 美股的大盘我说过 现在三大指数都干嘛呢 都已经接近了快要向上微型反转突破的区域 如果真的发生了微型反转突破来讲 那么其实对于波音来讲是救命的稻草 因为整体情绪做多情绪一旦起来之后 那么波音股价下跌的风险就会被削弱一些 它就会这个托市 整体托市的情绪它就会浓厚一些 所以大家你不能只盯着波音一家看 你还得去观察整体市场大盘的走势 当然反过来说 如果大盘在本周之内继续承压下行 而且触及到了61.8的反弹极限位置以后 开始掉头向下 那么波音可能会更加快速的加速下跌 所以在这个位置去交易波音 其实风险是非常之高的 无论你是做多还是做空 都存在很高的一个风险 它在本周的波动可能会非常的大 波音公司在本周的波动会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大家务必要做好自己的交易计划 那么如果刚才说到 如果它向上去进行一个反弹的话 进行一个反弹的话 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一段都是一个缩量 直到周五 这个本周五上周五收盘的时候 它是一个小放量 这个小放量实际上是一个破位的表现 所以它的整体的反弹 不会反弹到哪里去 不会反弹到哪里去 这个位置的 大概在142到143 本周应该不会反弹超过这个位置了 差不多 除非它在财报里边出现重大的利好 这是我们现在不知道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也不建议大家去 赌财报的一个原因 因为在前面的节目里有讲过了 在财报周来临的时候 财报公布的时候 它会有一些 比较出乎预料的价格走势 是我们没有办法去估计的 所以在这个区间 上方大概能看到142 143的位置 那么下方刚才我已经说过了 那么几个位置 这个就是在本周之内 波音的一个主要的交易区间 同时你要考虑到大盘因素的影响 为什么呢 因为本周还有重量级的 几家高科技公司的财报 会公布出来 也是密集公布 对于纳斯达克100的指数 对于纳指指数 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权重非常的高 所以他们的涨跌 对于纳指整体的盘面的波动 是影响非常之大的 所以大家在本周之内一定要小心 而且本周有很多其他的重磅的事情 这个会出现 包括在周三的美联储的利率的决议 对吧 这些东西呢 它都会影响到市场 还有密集的周三 有密集的几家科技公司的财报 周四等等 所以本周其实是一个风险非常高 可能会波动率很高的一个一周 如果你是一个长线交易者 如果你是一个价值投资者 其实我的建议还是 你应该是在本周观望 然后过了五月的第一周之后 你才去看一看 包括这些密集的财报 都发布完了之后 你再去用冷静的眼光 去观察市场 看看市场最终能回到 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上来 这个才是一个可能 做一个稳健的交易者 如果你是一个激进的交易者 那么这一周有可能 如果你能够跟随市场 比较的敏锐 你可能找到很多的交易机会 但是同样 你会承担更多的交易风险 好 这个就是我今天 目前在周日的时候 和大家来讲一讲 关于波音 牵连出来的一些 关于行情的想法 那么对于下周的 行情整体的走势的判断 咱们会放到下一期的节目里边 和大家再来说 OK 如果你觉得我的节目对你有帮助 请订阅我的节目 并打开小铃铛 其他就不多说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 每天点赞的人数都很多 再次感谢大家 同样再次说一遍 我节目因为是一遍录制而成的 中间没有任何剪辑 我是一边讲一边说 一边自己和大家放着画面 和解着这个盘 所以中间如果有任何的口误 或者是说错的地方 请大家在评论区指证说出来 这样的话也会给其他的观众朋友 提供一些参考 我怕我说错了一些地方 我自己并不清楚 好吧 OK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咱们就下期再见 再见